Hello,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关于热气的青春的故事 女孩同时被两名学校恶霸喜欢 女主名为汉景,因为父亲兵故 她独自一个人来到城市里 找到早已经和爸爸离婚的妈妈一起生活 此时汉景的妈妈已经改嫁 多年未见妈妈的汉景免不了有些生疏 简单打点好一切后 汉景却见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却看见自己ED店的男友 已经倒戈在朋友的石榴裙下 虽然心里很难过 但善良的他,却笑着真心祝福着好朋友 离别后,一个人独自上了公交车 汉景在公交车上不断的哭泣 并被同班海员甩来的一只鞋砸中 海员是他们高中的大哥大 不仅长相帅气,而且还是一个富二代 他走到哪里,女孩子都为之欢呼缺业 不过高冷的他,从来没有动过心 直到被球鞋砸中的汉景出现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长这么大,他还从未见过一个女孩 对他爱搭不理的 不断的询问汉景是不是被甩来而哭泣 汉景不断的强调自己没有被甩 并反感突然搭讪的陌生男子 第二天,汉景的妹妹多琳 带着汉景去找海员 解释前一晚发生的误会 但是汉景并没有从失落的心声中走出来 现在也不想接触到新的男孩子 于是他独自一个人溜达 无聊被正在躲避追陪的男子搭讪 当男子得知汉景的名字时 表现得非常开心兴奋 极力的介绍自己,不停的喊着汉景姐姐 该男子名为泰成 他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扛把子 和海员一样,都是当地的美男子 他和海员经常因为一些小事 大动干戈 丢动自己数十名小弟,约群架 泰成期待自己汉景认出自己 可是汉景一脸茫然,完全没有印象 不知道眼前这个男子到底是谁 为什么喊自己姐姐 海员赶过来,抱着汉景说 他是我的女孩 泰成不顾海员的阻拦 拉着汉景冒着雨,跑进一条小巷子里 他告诉汉景自己是郑泰成 一定要记着他 之后便很开心,笑着离开 晚上,汉景和朋友一起聚会 自己喝着闷酒 朋友说,他这样是因为被甩了 但汉景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被甩了 可还是不断地喊着前男友的名字 喝醉的汉景被海员背回家 他在海员的背上 不断地喊着前男友的名字 回忆着往日美好的时光 离气之下 汉员将汉景摔在地上独自离开 第二天,汉景正坐在座位上发呆时 泰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学校 专门来给他送披萨 瞬间引起学校妹子不小的轰动 泰成警告侮辱汉景的女生 之后便帅气地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留下了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汉景 放学的时候 泰成开着酷炫的摩托车来接汉景放学 再次引起学校美女的骚动 海员再次搂着汉景说 她是我的女孩 两个人一言不合爆发了冲突 泰成终究还是寡不敌众 被海员打倒在地 汉景用身体挡在泰成面前 阻止了海员的暴力行为 海员面对汉景保护泰成十分生气 但是又无能为力 落寞地转身离开 最终汉景还是坐上了泰成的摩托车 一骑开心的飙车 并为她清理伤口 就在这时 泰成对汉景说 我喜欢你 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小姑娘不知所措 可泰成却像一个孩子一样 对着汉景撒娇 这天汉景和泰成约好见面 可是到了七点 却迟迟不见泰成的身影 汉景在电话亭 一遍又一遍地给泰成打电话 傻傻地等着泰成 闲逛的海员 看着被放喝字的汉景 冲冲地冲进电话亭 带着汉景离开 汉景想要甩开海员的手 却被海员突然告白 汉景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海员已经把他拉进了车里 强迫汉景接受了自己的告白 强行将汉景带回了家 汉景对此表示十分生气 不管汉景说什么 海员就当他是已经答应了自己 拼霸道扔给他一部手机 强硬地告诉他 必须接自己的电话 回自己的信息 海员强硬的口吻 颇有一位霸道总裁的样子 另一边的泰成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外婆去世 没有服约 泰成十分的伤心 自己的亲人都已经离开了 他只能独自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汉景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泰成的消息 不断地尝试各种办法联系他 海员也没有闲着 在不惜努力追求之下 汉景终于同意和他约会 两个人满怀期待地闲逛在大街上 却不料看见泰成被一群人追打 或许是海员体内的英雄主义在不断地跳动 他让汉景带着泰成离开 自己冲上去挡住那帮人 汉景搀扶着泰成回家 并为他疗伤 还给泰成煮了粥 看着泰成睡着留下纸条时 无意中看到了他写给爸爸的话 汉景深有体会 自己也是刚刚失去了爸爸 或许是有着同样的经历 汉景和泰成的关系 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拉紧 而另一派的海员满脸是上 坐在场椅上 落寞地看着远方 内心有愧的汉景前去探望海员 并向海员承诺 自己会对海员好的 就在海员想要亲吻汉景时 泰成扑桥地打来了电话 不服气的两个人相互约了出来 两个人将汉景夹在中间 尽管汉景在努力地调和气氛 但是海员和泰成之间 还是火药而十足 泰成逼着汉景 从他们两个之间做出选择 而海员怕自己听到汉景选择的 不是自己 转身离开 汉景十分害怕 泰成气走了海员 跑出去追他 刚刚出门 一个不小心 他跑丢了鞋子摔倒在地 这时 海员从汉景的身后出现 并给汉景穿上了鞋 没有动情的言词 眼神中的爱意 已经代表了所有 面对海员真情的付出风险 汉景终于接受了海员的心意 另一边 伤心的泰成独自一个人来到海边 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原来 汉景是泰成同父异母的姐姐 而是短暂的相处 汉景早已忘记 可是泰成却一直记得 这天 海员邀请汉景去夜店海匹 第一次的正式约会 汉景画着农装 穿着暴露的衣服来到酒吧 海员看到之后十分生气 让他换掉了衣服 汉景必不理会海员 还生气地质问海员 为什么 自己不能和他们穿的一样 于是 一个人去了洗手间 不料被人骚扰 男人把他当作了夜店的小姐 海员一圈将老男人打倒 安抚着痛哭惊恐的汉景 为了向汉景证明自己是真心的 当着众人的面 吻了他 周围人群 投入了羡慕的目光 当汉景还趁机在甜蜜的爱恋中时 接到了泰成打烂的电话 汉景来到泰成的家 看到了爸爸的照片 回家询问妈妈后才则知 原来泰成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 仔细想想 自己竟然忘了弟弟 而弟弟一直记着自己 汉景不知如何面对泰成 于是把自己关了起来 就在此时 泰成出了车祸 汉景急忙地跑去医院 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人哭了起来 汉景向泰成道歉 表示对不起泰成十分愧疚 这时泰成被推了过来 汉景才发现自己哭错了人 泰成只不过是受一些皮外伤而已 汉景和泰成终于还是相认 在医院里面好好照顾他 但是其实汉景并不知道 泰成有遗传的心脏病 当医生告诉泰成之后 他并不想让汉景难过 决定隐瞒汉景 独自一个人来默默承受一切 将悲伤和痛苦全部隐藏起来 他和汉景在一起时 还是那么的天真活泼 看不到一丝的忧伤 泰成拒绝了与奶奶 一起移民澳洲的建议 将从死神那里透来的时光 和姐姐一起度过 海员看着汉景和泰成快乐的洗碗 十分的吃醋 又因为在酒吧救了汉景 惹上了大麻烦 十分烦心 一天 一个叫李保贞的女孩 主动跑来和汉景做朋友 周围的人都劝汉景不要答应 这个女孩的口碑十分恶劣 面对周围的人的冷嘲热讽 李保贞匆匆离开 汉景也没有太在意 他经常去照顾独居的泰成 可当泰成回到家看到汉景时 并没有十分的开心 反而有些生气的责怪汉景 他极力地安抚泰成 就在这时 泰成向汉景表露了心迹 他深爱着汉景 这不是亲人之间的爱意 而是要和他成为情侣 面对弟弟的心意 姐姐不知所措 弟弟对汉景的感情 早已超出了亲情的范畴 汉景知道这是禁忌的 伤心地哭了起来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弟弟 汉景和海员约会时 碰见了李保贞 他此时正在被两个人骚扰 充满争议的海员 出面帮他解围 可这时的李保贞 就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 沾上了海员 祈求海员送他回家 完全不顾一旁的汉景 海员并想管 想到一旁略带吃醋的女友 只能叫出租车 将他送回家 汉景和弟弟妹妹 还有泰成 约好在赵向馆见面 一起派了一张兄弟姐妹合影 自从泰成表明心情之后 直到现在 才再一次见到汉景 为了不让姐姐心里有负担 泰成谎称 自己之前的话是开玩笑的 姐弟四个人 招了人生中第一次合影 泰成和自己的姐姐 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但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光 越是快乐 泰成就越是伤心难过 他希望永远地和姐姐在一起 恨自己为什么会是汉景的弟弟 他不希望汉景知道自己的病情 不想让汉景伤心 选择自己默默成熟 泰成和汉景在开课时 看见了海员和宝珍在约会 泰成质问海员发生了生殖 可是宝珍却说 这是他和泰成拆散汉景和海员的计划 第二天 汉景拿着宝珍发来的短信质问他 宝珍一口咬定是泰成让他这么做的 就在这时海员赶来 李宝珍在海员面前表现得十分柔弱 并且摔倒了 海员误会了汉景和他大吵了一架 两人之间因为误会 一事实下分手 汉景来质问泰成 却看到了宝珍发来的短信 误以为是泰成派宝珍破坏和海员的关系 其实泰成尽力解释 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汉景已经彻底伤了心 一个人行走在大雨中 在追汉景时 泰成被一圈混混围围堵 他们和泰成有些矛盾 打算好好教训他一顿 正当泰成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时候 海员赶来救泰成 此时的两个人像亲兄弟一样并肩作战 在雨里进行了激烈的打斗 经过一场激烈的打斗 两个人坐下来谈心 但都离不开汉景 汉景在学校被宝珍欺负 调拨汉景和海员关系的是学学的坏女人 他们寄图汉景同时拥有两大美男 剪辑时 海员和多林赶来教训了保证一顿 海员告诉汉景泰成去了澳洲 惊慌之下泰成的飞机即将起飞 海员带着汉景飞驰在公路上 可惜还是没有赶上与泰成见面 汉景伤心地哭了起来 时间飞驰 泰成在澳洲给汉景发来自己的生活视频 汉景和海员生活得也很幸福 他们接到了泰成的电话十分开心 泰成告诉汉景自己将去旅行 地球另一边的泰成独自伤胆 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姐姐在一起 为什么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 在一个雨天 汉景和泰成幸福地逛着超市 却看到了泰成的女朋友 为了不让汉景难过 拜托女孩给汉景进名芯片 营造了一个他还活着的假象 为汉景编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永远没有悲伤 原来泰成的旅行并没有归期 孤零零的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听了这个消息 汉景痛哭地大呼了起来 心中充满了愧疚 滴滴为了自己能够开心 竟然连死亡的事情都隐瞒 而他作为姐姐做的事情是多让人心寒 结尾 泰成和汉景海元 他们在想象中一起嬉戏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青春校园爱情电影 狼的诱惑 正如本片的片名一样 如狼般的少年们 在花季少年谱写一句爱情 友情亲情交织在一起的青春赞歌 这是一部非常热血的电影 但又不乏微美和忧伤 正如我们的青春 夹杂之快乐和遗憾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